HELLO 大家好 我是平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弓箭傳說喔 那最近哲平還是有努力在練我們角色啦 那還滿多人跟哲平講說就是獵狼好像比較厲害喔 不過我們今天就先再用一下烏拉斯來看一下 能不能用烏拉斯打出一些好成績喔 那目前來說有人跟我講說 如果打不贏的話也可以回去打一下我們這個英雄模式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能不能再打贏我們這個黑暗之地 如果打贏的話我們就繼續往下前進 如果打不贏的話呢 我們就回去打一下我們那個就是英雄模式喔 因為我們至少就是可以再打一些英雄模式的關卡 來累積一下自己的能力之類的 然後這邊可以拿到更多的硬幣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說其實我覺得我應該是可以打得過啦 因為我們上一次基本上還算是滿OK的 就是我們有打到我們最後一層的前面 所以應該差一點點就可以贏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有機會的 我覺得這次應該可以試試看喔 因為之前基本上我覺得那個... 就是有點太急了 而且閃地也有點不太好這樣子 那我覺得最近的關卡來說的話 像比如說刷硬幣的關卡 或是刷硬幣的能力的關卡來說的話 感覺真的有點變難了啦 所以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囉 好 沒問題 就看一下能不能再給我一些好的東西 跟班前方劍齁 來看一下這個是什麼喔 攻擊力提升減掉763 好 先簽一下好不好 我們盡量讓自己的血量不要低於3000啦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唉唷 這蜘蛛 賣腦 不要一直過來 唉唉唉唉 我感覺他們最近這個 這個就是近身攻擊的網真的很會貼耶 你知道嗎 他們以前都還沒這麼貼喔 以前都不會那麼靠近你 他們現在真的是有點噁心喔 好 這邊的話成功了 然後這邊連續 啊 簽簽簽 好想要簽喔 他這邊給的東西都很不錯耶 因為連續攻擊跟那個... 正向劍的話都真的還蠻實用的 你看這樣打王的話基本上可以打蠻快的喔 唉這個花的那個子彈好像不會彈到最後 他好像到中途的時候好像就會卸下來的感覺 我覺得目前來說我們應該很ok 而且烏拉斯有毒性的效果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ok喔 可以輔助我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真的都超爛的耶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這個就不簽了好不好 水上飄就不簽了 好 先把旁邊的酷裸兵給避掉 唉唷 這麼快就來捷克了喔 哇 好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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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一下就來捷克人 然後我們就快掛了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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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死別死別死 別死別死29滴!!299滴!! 哇 哈哈哈哈 真的有點難 好不好 又是87% 唉我覺得這邊 算了 真的 還是別要簽簽約好了 我們再打一場喔 我真的覺得要簽簽簽約 因為簽簽簽真的是會直接讓農有血量變超低 3818已經真的是.. 應該是一個緊繃了 我們不能再簽合約了 我們再簽合約下去的話真的會掛掉 我們只能期望一下就是 等級升起來能不能比較好一點點 好 這關的話是我們的蛇王齁 蛇王好好閃一下 沒關係 我們慢慢來x2 慢慢來 不要急 慢慢來 慢慢來x2 我們可以的x2 我們可以的 好好躲x2 我的天哪 那跟那個..我每次跟惡魔簽完契約 好像就直接爆開了欸 這惡魔真的是很壞喔 不給轉盤都給惡魔是怎樣啦 生命提高 生命提高搞不好就可以簽囉 好 生命提高我們就簽 好不好 反正維持到3818 我們有生命提高我們就跟惡魔簽 然後正向劍或是甚麼之類的我們就簽 多18我們也簽這樣子 其實還不錯 有人跟我講說正向劍不要選到兩個以上啦 但是我覺得 剛打起來其實攻擊還算是蠻高的 所以也不知道啦 大家真的正向劍就不會選到三個以上嗎 我這邊是會選到三個以上喔 拜託來個攻擊力up 喔不 有人跟我講說那個好像不是加金錢 那個好像是加升級等級的樣子喔 所以那個輪牌上面那個好像不是金錢的樣子 我們用穿通好了 穿通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喔 這邊是我們的花丸再加上龍捲風喔 喔 這花也就噴了很多 我覺得這地形有點糟糕欸 因為剛剛這集的話基本上還比較好一點 這集有點糟糕 穿到之後我覺得龍捲應該會不錯啦 因為它基本上可以刷過去再刷回來 兩倍的傷害我覺得應該會不錯喔 刷刷刷 好 這個還算ok 給多一點輪牌這就對了嘛 不要都給我們惡魔嘛 惡魔契約真的是很湯欸 這好像就是等級啦 所以多拿等級的話好像也是很ok喔 所以它跟我們的錢幣好像是不同的東西 這火球怎麼感覺會追蹤我阿 但我們這次2918血量還是ok喔 我覺得3000或4000的話真的是比較ok一點點 因為剛剛的話真的是太少了 2000多地真的是很作用 先躲先躲 唉唷 不要惡魔 不要惡魔 拜託 彈射 生命提高 好 NICE 生命再拉高一點點 然後這邊希望是攻擊力up 攻擊力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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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有獎有幫助喔 水水水 好 然後看一下下一隻是什麼 蝙蝠王也是一個尷尬 但是蝙蝠王基本上只要補好它的區域應該是ok的 就是不要知道太多 你可以直接跟它硬剛 好 跟它硬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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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唉唉唉唉 好像還是不該跟它硬剛唉 我們快掛了唉 完了完了完了 下一隻如果是傑克我們就死定了 補血幫我補血 哇這是什麼 少血的時候好像閃避力會提根是不是 生命越低越容易避開敵人 喔好險 樹木王的話我們這邊就很ok喔 因為樹木王真的還行 可是它旁邊怎麼是跳跳幽靈啊 這跳跳幽靈怎麼感覺好像很硬 打不死的感覺喔 唉唉唉唉唉唉唉 唉唷 好險好險 我們這邊血量比較低 所以閃避力很高喔 有沒有 還不錯 然後這次我換上了那個紫色裝備喔 紫色裝備的話這邊好像還行 還有一個就是讓全場那個角色中毒的效果 這個時候就對了嘛 給我們來這個樹木王就對了嘛對不對 要再給傑克了 下一隻也給一隻好打的吧 來給了那個 蜘蛛王了吧 來給個蜘蛛王拜託 來來來看一下 嗜血 先選個嗜血好了 水上跳不要啦 水上跳到底要幹嘛 犬神 犬神的話就尷尬 他會一直衝 哇 犬王 犬王這邊 完了完了 要被咬爆了 哇 要被犬王咬爆 而且這蜘蛛王四兵也太 太多血了吧 我們慢慢來慢慢來 等他慢慢衝好了 我們就迂迴戰法 迂迴戰法 讓我們的小寵物打 噢 好恐怖喔 打一下就好了 不要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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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貪 不要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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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貪 好 不要貪 打一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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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貪 不要貪 交給寵物打 好險喔 拜託這個時候需要回血 需要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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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等級也是可以吧 可以 拜託來個血量提高 血量提高 OMG 這關又沒有那個你知道嗎 這關沒有那個就是 我們可以回血的小幽靈 所以就更麻煩了 快快快 我們剛剛有血血 趕快叫這個花幫我們補一下血 蛇 蛇 快補血 不要再吃空氣蛋了 吃空氣蛋有點可怕 好 回血回血 閃一下 閃一下 閃一下空氣炮 閃一下空氣炮 我們可以了 我們可以了 快贏了 我們血低的時候有miss的效果 可以喔可以喔可以喔可以 喔唷 兩下都miss了 好恐怖喔 我的天 拜託幫我回血 幫我回血 幫我不要了 不要一直給經驗值啦 喔完了 下一關捷克吧 喔是這個龍 這個龍的話應該還算是好閃 吧 吧喔 我是說吧喔 阿 不好閃GG 他會分成小球啦 尷尬了好不好 好啦 那這個就是我們能力不足啦 我們就 回去打一下第一張的那個 英雄模式好了 看一下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等到我們等級慢慢提高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那個啦 我覺得應該快了 應該快可以打贏了喔 欸 我們第一次 我們那次真的是打得很強欸 我們那次怎麼打到那個的啦 怎麼打到前一關的啦 我們到底是怎麼打的 是用獵狼嗎 欸 有沒有 這跟我們上次打的 已經差很多了欸 現在目前來說打起來就是比較 就是我們能力很高了 有沒有 雖然他們這邊有一些精英王 但是說真的我們現在 打這個英雄模式真的是比較OK一點點 蠻多人跟我講說 他們好像是刷到紫色裝備之後 才去打到第七枕啦 才打得過去這樣子喔 但是我覺得 可以拚一下 我覺得這幾天再慢慢練習一下 打這個 把我們這個英雄模式打一打的話 應該就更有機會了 你看 目前來說我們真的是超強的欸 我們之前打這幾隻王的時候 真的都還要打很久 我覺得最麻煩的就是我們剛剛那個模式啦 就是剛剛第七張的話 他沒有那個補血小精靈 所以你補血的地方的話 都必須去其他的地方 就真的很尷尬喔 要不然其實如果可以補血的話 應該還不會這麼痛苦啊 那英雄模式之前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他這邊的話每一關的話 好像都會有一個那個 小精英怪的感覺 就有點像是小王嘛 他們會變成小王的樣子 然後能力會有點像是 我們在打Boss一樣那麼厲害喔 所以大家打這個關卡的時候 就等於就是每一關也都是在打小王的感覺 但是沒有像我們第七者那麼可怕 第七者真的真的是太誇張了 而且惡魔還會一直出來跟你簽氣約 你那個如果沒有用好一點能力的話 真的是會滿尷尬的喔 好 沒問題 這個目前來說真的是很ok欸 打起來真的很ok喔 好 那這關的話你看 這個王哇 你看看 這個王對不對 跟你簽氣約我也不怕啦 這沒關係啦 你看這個王根本就 輕輕鬆鬆有沒有 一下就打贏了 所以現在果然是要回來打一下 英雄關卡的時機了啦 之前的話真的是太難了 現在該回來打一下了 現在目前就打一下就輕鬆過有沒有 吃到 就算放的打應該也很ok的感覺有沒有 來 我們繼續 還是不要輕敵啦 我覺得輕敵真的是 容易敗費的 還每一關都有這個精英怪 但是目前來說真的是刷起來就是很輕鬆了 應該是因為我們有打過第七關卡 第七關卡真的是有夠誇張的難喔 那大家如果就是 已經卡關了都可以回來刷這個關卡 然後去累積一些更多的錢幣阿 或是累積更多的裝備阿 然後慢慢的就是 現在打不過不是永遠也打不過啦 你遲早會有一天可以打過的 就是慢慢來就好 玩遊戲不要著急喔 哇 這精英骷髏王的話他會順你耶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招式有沒有 我覺得跟Boss又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會不會最後後面的關卡 會有那個Boss就是變成大Boss的感覺阿 那也太恐怖了吧 就每一關的Boss再給他強化一下有沒有 再強化一些特別的能力 那真的是很誇張耶 好 先刷掉沒有問題 這關好像有40層吧 還是50層忘記了 但目前打起來真的很快 我覺得比我們一開始打這個關卡的時候還要快很多 喔 好懷念喔 好懷念這個補血區喔 為甚麼第七層甚麼東西都沒有阿 這真的太誇張了耶 我覺得第七層應該要多一點點補血區喔 但是也好啦 那才是他好玩的地方有沒有 這遊戲就是要卡關才叫做遊戲嘛 對不對 如果都讓你這麼輕鬆的過去的話 那真的就是很沒那個很沒挑戰性 好 我們現在正向劍很猛喔 好啦 來來來 輕鬆抓輕鬆死喔 不用在那邊跟我們客氣了 直接先下去500 不過他們現在越來越多這個精怪 原本就只有一隻 可是現在變成一張地圖有兩隻喔 真的是蠻尷尬的 現在目前來說我的這款遊戲跟那個啦 就是直到我送遊戲來講 都在卡關喔 都還在努力的刷裝備當中 那第七張就是每一個在打Bose的關卡 真的都不是普通的難 就是真的會卡一段時間 但我就是努力的事一下趕快把裝備刷起來 應該就有機會可以打贏我們這些關卡了 還在努力當中啦 那我在想就是如果真的打Bose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練另外一隻啦 就是大家有推薦的就是好像 會發生雷炮的 或是我們應該要花錢去買一下新的那個海盜 有沒有人家已經買到海盜啦 海盜好像是330塊 然後另外一個很像 雪晶的那個 雪女的話好像是有那個 呃冰凍緩速的效果 大家應該都沒有花錢去買那兩隻角色啦 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應該要去把那隻海盜 給他埋起來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因為那個海盜好像自帶那個就是 打敗敵人之後呢 會有夥伴登場的那種效果 但就跟我們那個就是分身一樣嘛 也不知道是不是好 因為一開始如果有東西先幫 有人先幫你打怪的話應該會不錯 但是打第七張感覺好像也是 也是還好 因為第七張他個怪真的是很少啊 就算他出來幫你打我好像也還好 你看這邊真是輕鬆刷欸 好久沒有打到這種關卡了喔 好愉悅喔 真的是好愉悅喔 看到怪一下就死掉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像我們打七七張的時候 真的太恐怖了 王雖然也沒有說很難打 但是就是太麻煩 而且出血的資格太少了 好 直接解決 快速通關欸 你看能不能從頭到尾跟大家聊天 邊打這款遊戲就知道這關卡不夠簡單 不過那也是我們練很久的那個就是 練很久之後的一個程度 然後你的每隻角色好像買起來 練到40等還是30等的話 好像都會加全隊的一些傷害或是攻擊力喔 所以多買一些角色的話 其實也對於通關或是隊伍來說的話 會有一個不錯的幫助 哇 這關全部都是我們這個 骷髏小鳥 我們站在這邊直接歡迎他們就可以了 他們這邊就走不過來啊 哈哈 沒問題 欸喔 忘記他們還會分小隻了 解決 啊 欸後面要升級真的是很難欸 你看這邊卡到8 先把這個花給打掉 欸其實你看 也不能說就是他們這個變很爛欸 因為他們攻擊打在我們身上還是非常痛 只是我們剛剛都沒有讓他們打到而已喔 所以還是不能掉心 這款遊戲真的就是不能輕敵你知道嗎 輕敵就會敗北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好不好 不要以為自己很高等了 直裝滿身了 然後去撞那個子彈 撞子彈基本上還是會讓你死 而且感覺最近他都有在調整欸 就是有把一些本來很好抓的關卡 變得比較難一點點 像我有時候就是之前在刷那個 經驗石關卡的時候都還不會死 但是現在的話拚命死 連最後一關的影子都看不到你知道嗎 真的會比較麻煩喔 好再簽一個正向劍 我們正向劍現在已經變4發了 有點猛喔 正向劍4發 超大範圍打爆女人 可以 那這一層的話基本上第一張是我們的50層 所以我們已經快要邁入最後一層了 很OK喔 打贏最後一層的話 接下來就可以再調一下下一個關卡 那下一個關卡應該就是 噴火奇異的那個關卡吧 對就會有那個 吸煙掌的那個老婆阿 跟我們一些比較難打的一些角色喔 所以第二關卡的話我覺得如果 如果有這種基因罐的話應該會更難打欸 因為我之前好像真的是 打第二關卡的時候最疾手了 之前後面的關卡就覺得還好 第二關卡真的是很難打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波式關卡也是蠻麻煩的 然後第七關卡就不敢恭維了 真的是有夠誇張好不好 到現在都還沒打贏 好 欣賞一下石頭 抓掉抓掉抓掉 有沒有現在基本上我們的那個 武器能力只要提升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變很厲害 最近如果再刷一個綠色的龍卷出來 就可以讓龍卷變成那個紙裝囉 所以我也還蠻期待就可以再刷到龍卷 這關是我們的那個 衝衝犬的關卡 剛剛最後打我們第七章的時候 遇到犬圈也是蠻可怕的啦 真的是血量真的太少了 好 刷爆刷爆刷爆 這蝙蝠的基因怪的話好像真的就還好 真的是比較簡單一點點 水喔 現在要來打最後一關了 應該是某本台了啦 來 看一下齁 水關石頭王 有沒有 看打王真的很輕鬆 還行啦 水 打贏了好不好 所以目前來說因為第七章卡住了 所以應該會回來打一下 我們這個英雄關卡 我覺得英雄模式的話 目前我們應該是應付的來喔 水喔 解鎖下一個關卡 好 那麼計畫就先玩到這邊啦 最近的話應該如果打不贏 我們的這個第七章的話 應該都會回來打一下我們英雄模式 那每天的話應該都打一場我們黑暗之地 然後再去挑戰一下 如果打不贏的話 再回去打一下我們英雄模式 應該會不錯喔 那大家的話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一些好用的裝備 或是一些好用的角色 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明天到時候是 今天中午十二點跟晚上十二點半 跟晚上七點跟晚上九點 影片要打開來看一下啦 邀請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